在16世纪,信奉基督教的埃塞尔比亚王国 与信奉伊斯兰教的阿达尔苏当国 若争夺埃塞尔比亚高原的统治权而造成了巨大破坏 使得当地人纷纷逃离战区 埃塞尔比亚高原南部地区一时间出现了短暂的权力真空 因此奥鲁莫人借此凉机来到了这片他们此前从未踏足过的地方 也为我们创造了一个皆是东非内陆文明的机会 有证据表明,公元几年前后 来自非洲西部和西南部的班图农耕者 把铁器加工技术带到了东非内陆 并使其在东非内陆普及了开来 这些早期铁器时代的农耕者 为了能够更好的生存,精心选择居住 他们在最适宜专家生长的潮湿湖边地区 诸如维多利亚湖,图尔卡纳湖,坦卡尼卡湖附近 和一些肥沃的河谷地区定居了下来 早期定居在这里的族群属着库西特语 他们同属亚非语系中的一只 上述提到的奥罗默人是库西特语族中占比最大的一个族群 在现前的埃塞尔比亚 3500万左右的奥罗默人占埃塞尔比亚总人口约34.4% 如同其他铁器文明一般 强大的铁器工具给东非内陆人带来了更高的农业生产效率 但也给当地的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 炼制铁器需要消耗大量的木材 这导致维多利亚湖州边地区的森林毁坏严重 因此事已放牧的草地并开始变得更加辽阔 这也为当地囚帮的出现开辟了道路 牛在农耕社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当时的东非内陆 牛更是一种财富和权力的象征 大约在公元13到14世纪左右 热在非洲大部分地区变得更加干燥了 这使得农耕群落深受其害 而相比之下 畜牧业者却没有受到太多影响 因此对牛有着所有权的一些畜牧业群体首领 凭借其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优势 逐渐成为了一个个囚长 农耕者则成为了这些囚长的署名 大约在公元1450年前后 大量囚帮通过合并 进而在乌干达西部地区 以比哥为中心 组进了一个实力较为强大的国家 视为基塔拉国 当时基塔拉国的实际权力 可能是由一个名为乔比托的士族所掌控 乔比托社族并非属于库西特语族 他们属于尼罗撒哈拉语系 从公元15世纪起到实际设计 可能是基于环境变化等原因 说着尼罗和撒哈拉语系的诸多族群 从苏丹地区南部和埃塞尔比亚西南部地区 轻移南下来到了东非内陆湖区 这些说着尼罗和撒哈拉语系的诸多族群 一般也被称为尼罗特人 之后尼罗特人和先前就定居在此的 库西特人和班图人相互通婚 文化也相互融合 且在此过程中 尼罗特人似乎总是能在当地 组建起占据统治地位的士族 除了此前在基塔拉国 占据统治地位的乔比托氏族 埃博特湖以南 布尼奥罗王国的比托王朝 也是由尼罗特人所建立的 那么也是在尼罗特人 不断倾引的这段时间里 奥罗默人 也于公元16世纪中央的几十年里 占据了埃塞尔比亚南部的大部分地区 而要说起奥罗默人 为什么能够推进得如此顺利 除了埃塞尔比亚王国和阿达尔苏当国 持久纷争的外部因素以外 奥罗默人的社会结构 生活方式 也是促成这一历史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 奥罗默人的社会结构很有意思 他们以组织松散的士族形式 居住在一起 这里没有凌驾于一切的中央权威 在士族内部 奥罗默人划分出了五个宁领组 根据士族成员宁领的不断变化 宁领组成为了一个动态的社会结构调整节制 这使得奥罗默人的社会几乎没有贫富分化 宁领组中最大的宁领组被称为图巴 他们在原则上是士族的首领 最重要的宁领组被称为富乐 年轻有力的他们 承担着军事巡逻 保卫士族和牛群 以及带领士族寻找仙牧场等的重要工作 富乐在徒步行径的过程中 装备紧并只携带长矛 一旦富乐把牛群赶到仙牧场 士族的其他成员便会千言拔债跟随而来 到了公元十六世纪 随着奥罗默人社会的不断发展 牛群数量的不断增长 这使奥罗默人对牧场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了 因此一批奥罗默人 便来到了当时人口稀少的 埃塞尔比亚南部地区 而一些奥罗默士族的率先清洗 之后也会促使其他奥罗默士族紧随其后 这样的清洗一旦进行 并不会停止下来 奥罗默人数量庞大 独立士族众多 每个士族都赶着大量的牛群单独行动 所以奥罗默古邦苏森约斯 正式允许奥罗默人 在埃塞尔比亚南部以及中部生活 此外奥罗默人还被作为雇佣军 并进了埃塞尔比亚军队 作为回报 苏森约斯准许奥罗默人向当地农民征税 当然事实上 奥罗默人早就已经这么做了 苏森约斯此举只是为取富于合法性而已 而正当奥罗默人不断北侵 并逐渐融入到当地社会之时 他们曾经的故土 也在发生这一系列的变化 公元16世纪 布尼奥罗王国成为了维多利亚湖以西东非内陆最强大的国家 以仗强大的实力 那些不敌布尼奥罗王国的众多小势力 不仅要向布尼奥罗王国国王称臣纳贡 还要为其提供军队 以帮助布尼奥罗王国开展新的侵略行为 而在布尼奥罗王国一众附属国家当中 始于14世纪的布干达王国是一个特别的存在 以农业为基础 实现中央集权制度的布干达王国 似乎都注定了他要在未来的某个时刻挑战和超越布尼奥罗王国 在东非内陆的政治地位 卡巴卡是布干达国王的称号 从公元18世纪 卡巴卡·马万加在位时开始 布干达王国开启了走向强盛和中央集权化的王权之路 马万加及其继任者削弱了士族球杖的权力 且为了进一步巩固王权 他们还把财富牢牢地把握在了自己手中 卡巴卡的财富主要来源于农民的生产活动 布干达的妇女是农作生产的主要人员 男人们则主要负责公共工程的劳作以及扶军艺 布干达王国的主要农作物是香蕉和大礁 其核心地区 土地肥沃 雨量充沛的维多利亚湖西北地区 特别是以香蕉的生产 香蕉不需要更换种植地 也不需要修根 这相比大部分热大非洲地区 技术含量较低的谷类作物种植 具有更大优势 因此只要投入少量劳动力 并带有收获的香蕉种植园 并成为了当时不甘打王国稳定的经济基础 而这些种植农作物的土地 在当时主要归属地方小酋长管理 小酋长的土地则来自于地方大酋长的授予 大酋长的职位和土地则依赖于对国王的忠诚 且不可世袭 通常来说 卡巴卡对大酋长的任命是相当谨慎的 他们竭力不让王氏涉族 把控酋长职位 以防止其威胁到王权 基于这套不断扩张和强化的中央集传制度 公元19世纪下半夜 卡巴卡木特萨伊士在位时期 布甘打王国的权势达到顶峰 成为了大湖地区最强大的国家 控制着西到爱德华湖 南到卡盖拉河的管大区域 实力远超其曾经的母国 布尼奥罗王国 公元16世纪到18世纪 除了布尼奥罗王国和布甘打王国 在维多利亚湖西北地区的发展 在维多利亚湖的西南方和以东地区 一系列的历史变化也在同步上映着 从公元16世纪起 维多利亚湖区的西南地区 出现了许多小的国家 这些国家通常都是一些混合型的农业群落 当然也有一些国家是养牛群落 比如西部的西马人和西南方向的图西人 养牛群落和农耕群落在数个世纪以来 关系密切且地位相对平等 但随着养牛群落的牛群规模不断扩大 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因此发生了转变 农民为了提升农业效率 开始向西马人和图西人借牛 作为回报 农民们需要为他们放牧 到了后来 则逐渐发展成为了为牛群的所有者提供共愤 牛群的所有者因此逐渐成长为了当地的统治阶层 到了公元18世纪 有两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开始变得引人瞩目 他们就是图西人建立的卢旺达王国和布隆迪王国 北面的卢旺达王国在当时实力稍强于后者 在这两个王国里 牛群拥有着图西人 统治者主要从事农耕的糊涂人 此外 图西人还以复杂的仪式和古代起源神话 为其统治证明 在欧洲人在此建立殖民统治之前 图西人和糊涂人之间 虽有阶级差异 但并没有明显的族群界限 同时这种阶级差异也并不是完全固化的 糊涂人通过积累财富 与图西人通婚或是获得战功 也能进入到图西统治阶层 这相比起未来将要发生的可怕血腥冲突 图西人和糊涂人在当时的社会矛盾简直不止一体 在维多利亚湖以东地区 发生的主要历史事件是马赛人的扩展 马赛人同样属于尼罗特人 他们是最后一批迁移到此的牧民 与奥罗莫人相似 马赛人在扩张过程中 也建立了类似的年龄组制度 只不过他们只分成了三个年龄组 即孩童、成年人和老人 马赛人男孩从十岁起 就要接受包括军事训练在内的 迎库成人仪式了 这些男孩之后会成长为士兵和牧民 他们既要保护牛群和牧场 也要为了获取更多的牛群和牧场 发动清洗行为 马赛人会通过清洗和驱逐其他养牛群体 来实现自身的发展 他们坚持认为 所有的牛群都应属于马赛人 虽然与周边的养牛群体 有着频繁的冲突 但是与相邻的班图农耕者之间 比如基库游人 马赛人与他们的关系 还是比较融洽的 因为这些农耕者 会为他们提供清洗所需的 在与马赛人不断接触的过程中 这些农耕者之后也发展出了 类似的宁领祖制度和成人仪式 现今在肯尼亚的南部 以及坦桑尼亚的北部 相当数量的马赛人 仍旧坚持着传统的生活方式 虽然东非内陆黑人们的生活 在很多人看来 也许不及东非银海生活的那般丰富多彩 但这里的历史故事 也有着自己的独特韵味 这显然也是文明多样性的最好证明 草长英飞的湖区牧场 在牛背上竞争落入的余晖 东非内陆的这片景象 何尝不是如今困于都市生活的人们 所难以体会的一种生活方式